好那视讯拼贴完后啊 我们要让它变成比较完整 所以我把声音先关掉哦 来声音关掉 组定起来 好我放贝姐音乐哦 来 不好意思哦 贝姐音乐我放的比较奇怪哦 但是是有原因的 不好意思我放邓丽君的 我只在乎你 非常不搭我知道了 来啊忍耐一下 好放进来之后这样 蛮有味道的啊 OK吗 好 放进来这个长度大概50秒 不到50秒的时间 好老师要做什么 好 不好意思我要带注意下一个功能 好下一个工具 声音的处理 声音的 这是你们平常节影片一定会遇到的 好问你们一个问题 当老师这一段声音放进来之后啊 好 请问 哎拿过可以不要让其他东西拿 因为我远分不清楚谁有拿过谁没拿过 这段影片老师放进来之后啊 好 你觉得这段影片的声音跟影像 你认为上应该没有办法同时出现 没有办法同时结束吧 嗯 为什么 长短不同 哎呀举手啊我要出奖品啊不赢我就对了 好长短不同齁所以比较长的那一对要怎么办 剪掉 又来了举手 要剪掉 黑了要剪掉 好 哎会剪吗 会剪吗 会剪吗 举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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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一点怎么会剪 上面有一个分割 对对对分割 哎 分割完之后注意 来老师先分哦 分割 所以是不是先点到这里 好然后点这里对不对 然后分割它切断它 OK 好那就结束它了 这样会剪吧 可是这样是好的吗 不好在哪里 没有弹出 没有弹出所以然后忽然间 我要跟他唱 挡 忍失光什么 就点断了 就断了 所以这边是要弹出 要弹出 来金额外挡16弹出有改哦 外挡16弹出是这样你点了它之后哦 然后呃我们平常是点一下就可以剪了对不对 旧版新版改成要按住扩托键了 已经改版了 你不按扩托这个点再出不来 一定要按哦扩托键 不不 是不是这样弹出 知道意思吗 你弹出对不对 好啊就再把它往下拉 就是这个节点哦 这节点是可以调整的扩托键要按住 因为每次会忘记 再把它拉下来 OK吗 16要往扩托键了哦 已经改版了哦 改版了 这样的话它的声音是会慢慢的不见 就慢慢不见了对不对 可是这个是不不得已的情况 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剪掉 因为声音真的不一样 好各位有没有去过摇头店 没有这老人家不是 我们这种人已经不太会去 就夜店啊 他们的那种舞曲 他们舞曲是什么 他可以播一个小时哦 你没有感觉那一首歌有结束哦 有听过这种歌曲吧 那个我都叫他摇头歌曲 就是他会一直重播重播 他是怎么做的 他会让这首歌曲重播的原因是 他一定是一节 这一节播完之后 用接的方式接到另外一节 再接再接 所以那个歌曲在播的时候 你不会发现它有时间中断 好 我们的威力导演 居然加了这个功能 好啊什么意思 不是要人做摇头歌曲 不是哦 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超级无敌音神奇的 我也觉得很神奇的工具 好这功能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让您在编辑影片的时候 玩自动混音 什么叫自动混音 一首歌曲三分钟是固定的 如果我的影片五十秒 我可以让他自己挑哦 他会自己帮你去做声音的处理 处理完之后 你听了那五十秒 你会觉得他是整首歌 很特别 他像那个我一直在乎 他会帮你剪掉很多 可是听起来 悬起来就是一首完整的歌曲 不是突然断掉 后面想要唱又没得唱 没有 他让你完整的感觉哦 好那长的他就让你拼 短的他就让你剪 而且剪的让你觉得是顺顺的 不会突然间卡卡叠叠的叠不在一起 很特别的 这叫自动混音 好这个工具在哪里 他一定要透过 因为声音我们都移到 好所以来老师把这三调 我不要用这个方式了 我们再做一次 好我把这一个 邓丽君的歌曲再拉下来 让他去做一个处理 好所以我把这个 我只在乎拉下来 那老师选择我歌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都很熟他 都熟悉这首歌曲 好再来 然后这歌曲进来之后 我先大概抓一下我的时间 例如说我的影片的总长度是 五十三点二十九 我们抓五十四了吧 五十四秒 好点歌曲哦 按下上方的编辑音讯的 Audio Director 进到Audio Director之后 自动混音的工具在哪里哦 好我们呢先把音乐丢进来的 那这个音乐如果本身是影片 他也会把影片分离丢过来 在上面的工具叫混音 混音 你把这首歌拉过来 好拉过来之后做什么呢 好我们左侧的什么 套用音讯这个功能有没有 这里有一些功能 你点上面的这一个调整音讯 调整音讯中有的工具叫调整长度 重新自动混音这个 自动混音你点它 点了之后他会做什么 他会开始去分析这一首歌曲 这一首歌曲 混音的一个状况如何 那记得哦 你要执行这一个混音工具的时候 他会先分析 对不起按道 他会先分析 分析完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新的视讯长度 你可以给他你的时间 就像刚刚老师是不是五十四秒钟 你就给他五十四秒 他这一段影片的声音哦 这一段声音 他会自己去重新排列 排一下五十四秒给你 很特别哦 排一下五十四秒给你 那排完之后呢 你在听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有剪 但是他唱起来的歌是顺着的 不是说认识光重重流逝 然后可能就飘到最后一句 可是他接的时候是接音讯的那个波形 接的会很漂亮 你没有接 好 OK 来我们先改时间 这里新的视讯长度 五十四秒 零零 五十四哦 我设五十五好整数 来后面是零零零 你给他时间哦 然后按下套用 好等他一下下 你看接好了 这里 有没有看到四个斜斜的这个 四个斜斜就是紧过的 斜斜那个就是紧过的 好我们听看看 波 这首歌大家都熟了 你不要把他当成是一首歌来看 他旋律是顺的 旋律要顺顺的 你会发现 他有断句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他是顺顺的 那个音波的感觉是顺下来的 了解老师的意思吗 他用做mix的方式来玩 很特别哦 所以你歌曲他把你 我发现 刚刚有双合音哦 有没有听到 他接这个前面跟后面 接起来哦 很厉害的功能哦 有没有 让我离开你就没了 有没有 他就是把这首歌停掉 不是被我们剪的那一种哦 那这个功能他们测过好多好多次 大家都很惊讶 因为如果我要做婚纱影片 我要拼这种歌曲 真的很难拼 我有他们同事 刚最近要结婚 光拼音乐 拼了一个小时 他很多首歌要拼起来 或是说哪一般要剪掉 不好拼 真的 这很厉害哦 Audio The Rate 我还没有看过有软体 可以玩这种东西哦 拼完之后呢 返回 他就回来了 好是的 他就回到微地打眼中 所以Audio The Rate 这个部分的增强 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剪影片上来讲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看 我们播的时候 就最后的时候啦 这样 就刚好接到整个后 就整个停掉了 所以以后不用再剪了 知道吗 OK 直接拼音就可以了 比较快 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新功能 就是 可以让他自动重新混音 好混音 好 再来